好 听完魏德盛他的感触之后 你是不是也有一番心得呢 不过来看到徐职灭了很实用的话题 来看到下不少华人民众生活在美国 其实对于美国法律规范 却不见得全盘都了解 常常因此呢真的是很冤枉 吃上了许多不必要的官司 而东东新闻特地为大家制作了 邓宏说法单元 要为华人朋友解答法律上的疑问 而今天为大家深度探讨的问题 是华裔的新移民 要如何跟美国警察来打交道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王祥林 谢谢主播 各位观众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邓宏说法时间 那当然知法 守法 具意力争 这一项我们的这个座右铭 那当然我们今天会比较详细的 用各种案例的方式 帮大家增加在自己在生活上的法律常识 那当然我们还是一样 请到这个资深 刑事律师邓宏 邓律师来帮我们做解释 那邓宏师我们今天用几个例子 希望能让大家了解一下 就是说到底该怎么办 尤其跟警察打交道 那当然我们常常看电影 看电视 警察在逮捕前的时候都会说 You have the right to remain silent 这种话 对不对 那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到底讲的内容是哪一些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 其实这个案子的话 就是在20年以前 在Arizona州 有一个Miranda的人的话 那个被警察抓了 为什么的话 他在10天以前的话 有一个女子被强暴绑架了 以后那个女子的话就辨认出来 Miranda这个人可能是嫌犯 以后的话 他抓了之后 警察就盘问他两个小时 以后后来他受不了警察的盘问之后 他自承认是我绑架 强暴的孝女 以后来的话被起诉 被陪判无期徒刑 这时候他就去上诉 上诉的理由就是说 我有权利找律师的 我有权利保持沉默的 这是宪法所给我赋予我的权利 当时盘问我的时候的话 他没有跟我讲这些权利 所以的话 这个我承认的这个statement的话 不能够作为承认证供 以后的话 所以的话要推翻他的这个判决 这种情况 这个案子打到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里面的话 他认同他的律师的辩护方法 就是说当时这个袋子里面的话 他要求有律师 警察没有给他律师 他要终止 他不愿意谈话了 警察还继续盘问 所以这个袋子里面的话 是不能够作为承认证供 后来推翻了他的判决 所以这个案子里面的话 就引发出来的话 就变成个Miranda Rice 美联达的警告 在两种情况之下 第一种警察已经逮捕你了 第二种的话 警察开始盘问 在两者的同时存在之后的话 警察盘问一个嫌犯的话 必须要跟民众讲出这两个权利 你有权利保持沉默 任何所讲的东西 都可能作为承认证供 对你不利的证供 第二个 你有权利聘请律师 如果你没有律师的情况之下的话 我们政府会派一个公派律师帮你 这两个权利告知里面 非常重要 所以开了警匪片里面 一般他都说 你有权利保持沉默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你就知道了 你有权利是保持沉默的 你有权利是拼请律师 这两个权利 那邓律师 我还有一个第二个问题 我们再用个例子讲 如果我一个朋友跟人家吵架 一生气了 拿了刀给人家杀下去了 后来警察也来了 就问他说 他没有给他这个 您刚刚说的这个Maringer warning 他就直接问他刀在哪里 朋友呆呆的 可能就讲了 我刀藏在厨房里面 警察后来也找到这个证据了 那可不可以因为这样子 警察就把这个凶器当作这个证据 然后认为说 这个理事长有犯这个案子 OK 不行的 为什么的话 在美国宪法里面 它有个概念 就是说毒树之果 The fruit of poisonous tree 意思就是说 如果这个树里面是有毒的 长出来的果子也是有毒的 意思是说 如果是警察违反你的民权 没有跟你讲你的权利 保持沉默的权利 拼请律师的权利 在逮捕犯人之后的话 他继续盘问你 以后你供出来了 他包的话 在厨房里面去 这种情况下的话 那你警察盘问已经是违法的 那你违法得到的证据 也是属于非法证据 怎么惩罚警察的话 法律上的话 可以要求suppression motion 就是将这个证据的话 排除除外 你有的是证据 但是不能够承认证据 做一个刑事律师 怎么样子 找到了警察作业的程序里面的话 有没有违宪 有没有违法 一旦只是违法的话 违规的话 违规搜查 违规盘问的话 所有得来的证据 就不能够作成的证据 是 那您现在讲的是 在警察这个方面 对 好 那我们再谈一下 如果到了法庭上这边的话 对 那这些证据 如果说不能被纳入里面 那法官是不是有可能说 那这个case 这个案子就不成立了 这个很多人都误以为 他说 电影上面都说 被逮捕的话 警察都会跟我讲我的权利 他没有跟我讲 邓律师 这个案子是不是能够撤销掉 法律上面不是这样子说的 警察没有遵守你的权利 违宪查 对警察的惩罚是什么 这个证据 不能够作为承认证据 所以 但是法官没有权利 将案子整案子撤销掉 但是他可以将证据的话 压下来 排除掉 所以将来的小的证据 你有没有办法有罪 或者案子应该不应该撤销 还是让陪审团的决定 当然的话 如果你找到很多东西的话 suppress很多东西 你就可以谈判的筹码 跟检察官来 pre bargain的时候 认罪协商的时候 你就可以说 你看那个证据 你没有证据 那个证据 你不能够作为 statement的话 emission的话 他的认罪的东西 不能够作为成证据 为什么警察 你违宪得来的 这种情况下 可能律师利用这方面的谈判筹码 可以争取到很好的丢 是 好 那我们还是再回头讲一下 就是说在警察如果要逮捕的 那个时间点上 到底一般人该怎么样说 我不想讲话 这到底该怎么做 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OK 两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的话 警察还没有逮捕你 这种情况下 你知道你做错事情的 没有逮捕你情况下 他不需要跟你讲 美人打警告 他没有上你手铐的时候的话 他可以随便问一下子 你是不是跟你导婆吵架 是不是拿刀了 你就随便讲的话 这种情况之下 你的statement 因为你还没有被逮捕 这个你讲的东西 可以作为成能证据 所以这个算 这个算 可以作为成能证据 但是他已经将你 关到牢里面去 在问你的时候的话 这种情况下 他必须要跟你讲 你有权利保持沉默 你有权利聘请律师 这种情况之下 他没有跟你讲的 或者是你刑起的 还继续盘问的话 你所问出来的东西 不能够作为成能证据 所以真的你犯错里面的话 你要防备警察两个 他故意不上你手铐 故意说 我就想问一下 了解一下情况 只要听听你的版本而已 我不想 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知道自己做错事情 最重要的地方 是对不起 我不愿意讲任何东西 或者是对不起 我要跟我的律师谈 才跟你谈 所以一般的情况下 两句话可以行使你的权利 I want to take the faith I want to take the faith 意思是说 我要行使我的第五受证案的权利 就是沉默权 或者I want to keep silent 第二个权利的话 I want my lawyer 我要我的律师 这种情况之下 一定可以 当然的话 很多民众一旦只到牢里面去 很急着跟家人联络 往往的话 在电话上 拼命跟家人讲 这个东西 什么东西 你叫哪一个人做什么 该怎么说 这种情况下的话 电话的录音 全都是录音录下来的 可以作为成呈证据的 最后 可不可以给所有的华人民众 给他们一个建议 到底该怎么样跟警察打交道 最重要里面 警察也是人 不千万的话 友善地跟他打交道 有个客气的 不要敌视的 有的时候 如果你动刀 动枪 还有个跟警察吵架里面的话 只会增加这个案子的复杂程度 你很有礼貌地拒绝 你可以很礼貌地拒绝警察的盘问 你可以很有礼貌地要求 我需要律师 最重要里面 在过程之中里面的话 你都可以要求有中文翻译 尤其是很多民众的话 是新移民来的话 警察必须有权力提供 这个中文翻译 但是最重要里面的话 就算有中文翻译的情况之下 也要策记的话 你打 你可能 警察就是不一定是你的朋友 有可能是你将你送进监牢的 这个重要的人 是你的对手 而不是你的朋友 这种情况之下 你要防范警察 他们要立功 你要保护自己的前途 这种情况下 最重要的话 行使自己的权力 保持沉默 拼请自己的律师 好 那谢谢邓律师 那大家看得很清楚 也听得很清楚 到底应该怎么样 跟美国的警察打交道 而且自己的权力 到底是该怎么样的保护 这都相当相当重要 大家一定不要忘记 这是以上的邓宏说法时间 我们先把现场交换给棚内主播